秦浩搬门弄斧,自持一两块仙骨就想超越十号 可在十号的昆蓬宝树面前,秦浩简直就是跳梁小丑 书接上回,秦浩见到十号后久久不能平静 他难以相信一个失去至尊骨,精绪耗尽 最终都已经被埋进黄土坟中的人还能复活 这太过于匪夷所思 蓝逸臣与落到第一时间就猜出了这两人的关系 所以不禁地称赞道 秦族的双骨至尊看起来果然不凡 光是自然外放的精气就如此鼎盛 如同一座神炉在燃烧 兄弟两人相视片刻后,十号率先开口问道 怎么,时间太久,都忘记我这个兄长了吗 经过了这几年的磨练 秦浩的气质与之前截然不同 修为更是大长,被誉为秦族的年轻至尊 以双骨威震一方 在上届的同辈强者中拥有很大的名气 秦浩逐渐平静下来后 吞吞吐吐叫出了哥哥这两个字 他能明显感受到自己的兄长 比起在下届更加强大 甚至还有一种无形潜在的事 如同龙折鱼渊 那种气息随时都能爆发 可于刹那直冲云霄,上击九天 十号也是一直打亮着眼前的弟弟 并且非常认可他的实力 不错,你长大了 修为激增,而今可以傲视一方了 而后秦浩又问道 为何十号来到上届不去寻找他们 毕竟父母非常想念他 若是知道十号还活着,会很高兴的 然而十号透过虚空看向外界那些教主巨头 以气冰冷地回应道 并非是他不愿去见父母 而是有些人想知他于死地 此时的秦一宁已经满眼泪花 看到两个儿子相遇 既是高兴但又充满了伤感 因为这一切都要怪罪秦族的一部分人 石子凌目光兵稳无比 他虽然一句话都没说 但散发出的澎湃杀意 也向秦族表明了这件事不会轻易罢休 但外界的其他教主巨头们 看到两兄弟重逢却是非常气愤 毕竟一门双至尊 这是何等的恐怖 有人开始为六冠王担心起来 他若是敢来追杀石浩 那么所要面对的可不只是一个罪血后代了 而是一双 紧接着秦浩又问石浩究竟是怎么活过来的 对于这个问题不仅仅是秦浩 也是很多人的疑问 当年石浩一战而上 下界很多人都是亲眼目睹了 他从衰弱走向死亡 而石子凌与秦一鸣更是亲自送石浩入葬 并在坟前守了大半年 并且先殿的高层最为不解 当年石浩中了该叫霸道的绿红袖诅咒 按照常理来说 凭借石浩尊者尽的修为必死无疑 结果几年的时间 石浩又以更强的姿态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石浩淡然地回应道 命大而已 老天想收他却没能带走 可这其中经历了多少辛酸与磨难 只有石浩心里清楚 紧接着石浩准备带着秦浩一同前往凶巢 秦浩起初有所迟疑 犹豫了一下才决定跟随石浩一起行动 而秦浩也察觉到了来探索凶巢的人越来越多 便告知石浩要加快速度 早点进入凶巢会更有力 石浩脚下发光一步就越过了一道山岭 速度快到惊人 石浩身体绽放出耀眼的符文 携带着三人一同追了上去 石浩露出震惊之色 石浩带人同行竟然也拥有这种急速 转眼间的功夫便来到了他的 石浩身上始终有着一股不服输的镜头 他胸部的鼓文开始发光 让他的速度再次提升了一个档次 石浩没有回应 增加速度与秦浩并肩而行 没有落后半步 最终任凭秦浩如何提速 也不能与石浩拉开分毫的距离 他这才真正意识到 石浩很难超越 不愧被誉为世间极尽身法之一 突然间秦浩开口想要与石浩切磋一番 对于石浩这位兄长 他其实一直将其默认为了自己的竞争对手 他打心里想要彻底战胜石浩 石浩有些诧异 如今临近凶巢 可能会遭遇各种大战 兄弟两人没必要为此浪费精力 但秦浩坚持地说道 只是印证所学 来到仙谷 我们不就是为了提升实力吗 石浩见弟弟如此执着 也只能答应了下来 秦浩目光胜裂 仙谷浮红化成无上光辉笼罩其身 爆发出了今天的战役 可石浩却看向了另外的方向 远方一个年轻男子踏着虚空而来 对方的气息对于石浩来说记忆深刻 因为当年他便与此人经历过生死搏杀 是他出事后最艰难的大战之一 那个人因自勃发 透露出无敌的自信 尤其是那双眸内心和幻灭 日毁月城 可怕到了极致 这正是石浩昔日最大的敌人实意 也是石浩自幼苦修 想要超越的目标